大家好,在上一个节目我们就说了关于四部和声的初阶 是怎样写法,open spacing和closed spacing和一些法则我们不可以overlapping 要注意他们的声音的range,注意处理的东西 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就开始逐个chord去说 逐个chord是怎样说的呢? 其实我们之前有说过,就是一般我们会把chord分为1234567chord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可以看看 我们的一个scale 我们当做C major来说 就有七个音 这里是Do,Re,Mi,Fa,Sola,Ti,Do 就分别这七个音 在scale 第一个音我们叫tonic 而tonic衍生出来的三和言 我们就叫tonic triad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阶 其他阶 顺着,这个就叫做二阶 用它的technical name 就是这个叫做,二阶就叫做 supertonic triad 三阶就叫做median triad,如此类推 那我们今天就集中去说一说tonic triad 其实也不困难的 为了确立调性或者令人感觉到是什么调性 基本上一阶就有回家的功能 或者叫做由家出发的功能 大部分的音乐歌都会是由一阶开始 亦是approach一阶去完 就是会慢慢慢慢前进去一阶去完结 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一阶 这个一阶 它包含的是有C,E,G C和E是major third E和G是minor third 它是一个大三和言 一个major triad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这个scale是一个major scale 所以它一阶就是一个major chord 如果是一个minor scale 我写一个minor scale C minor scale 这个是一个C的harmonic minor 但是不要紧的 因为在一个一阶来说 它是C,E,F,G 我们会用一个小阶的罗马数字 是代表它是minor chord 大阶的罗马数字 就代表它是major chord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我们在这裏配合的过程 我用一个C major 来做例子 那什么情况下我可以用一阶呢? 基本上一阶是什么时候都用得差不多 那第一样东西 我们配 chord 第一样东西 就是要melody 上面 是会跟chord tone 是match 是匹配 才可以用那个chord 最基础来说 那假设melody 就是Saprano唱 如果Saprano唱过C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配那一chord 那怎样配呢? 首先你可以决定它是closed spacing 还是open spacing 如果closed spacing的话 那它的Saprano是C Auto就是G Tenor就是E 而Bass就是C 那这个是一个closed的Bass 那弹出来就是这样 这个是Bass Tenor Auto 和Saprano 这个就是那个melody 下面那两个声部是和着它的 而这个是Bass 是托着整件事 那 这个就是一chord的closed spacing 那open spacing呢? 照样 如果这个是C 那 Auto就可以是E 这个是G 这个是C 这个是C 其实和我们上一个session说的东西是一样的 open就是代表着 每个cord tone 是可以塞到一个音进去的 就譬如这里 其实是可以塞到一个G音 这里 是可以塞到一个C音 塞到两个cord tone进去的 那当然啦 出来的效果呢 是有少少分别的 这个是open spacing的一chord 这个是closed spacing的一chord open spacing open spacing closed spacing 那 如果一条melody 里面 譬如我 照样 譬如我现在是 F major 如果旋律是A和C 那基本上呢 一chord来说呢 F major的一chord 就有F A C这三个音 那基本上一chord呢 是可以harmonize 这两个音的 而我们基本上所有情况呢 都是会用那个root音 但我们暂时就用root音来做bass 所以呢 在我们用一chord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决定 这个bass 写在这里 那我们就写了soprano和bass 两部了 那当然啦 可不可以写低一个八道的bass呢 其实是没问题的 因为bass呢 基本上的规范不是太大 你不要overlap就可以了 接着剩下两个声部 那你可以决定是open还是close的 那譬如我现在想试下写open的话 那你就记住了 譬如我第一个melody 但我先写两个八道的cord tone 那我第一个melody 这个 是一个A音 那就是说我soprano在这里 跳过一个cord tone 就去到c 所以我下一个音就写c 这个就是auto c再跳过一个cord tone 就是写f 就是向下面写的f 咦 那不是和bass是同音呢 同音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 那这个就是open spacing的一chord 去到下一个chord 就千万不要懒 想着上一笔 是写c 接着这个就写c 接着这个继续写f 那就会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c 这个c 两个f 两个c 那就miss了一个三音 我们写cord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fac 这三个音都要齐 决定是open 和close 还有 bass要是root 这三样东西 所以我们是没得懒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我按照用 写open的话 我再看回旋律 是一个诗音 跳一个cord tone 去到f 就是auto 再跳一个chord tone 就是a 那我就完成了这个一chord 的harmonic writing 那 旋律就是上面这里 以下就是我们配的chord 出来的效果是这样 这个是第一个chord 第二个chord 可能有些同学就会问 是不是一定要open 就由头到尾都要open 其实就一定不是的 可以open 去close close 去open 都可以的 我再写个example 给大家看 这个是一个e-fac major 的情况 先写三个fac 先写三个chord 接着melody 就是b 去到g 那我 都只是 配e-fac major的一chord 配上两个chord 那 一样 我们第一时间 最可以肯定的 就是写个bass 因为bass是没有任何的 alternative 我们就会写root position 那 我尝试一下 因为 譬如 我 在这个地方好像比较阔 那我试一下 这里写open 这里写close 那你看一看 我可以怎么做 那 一样 我们写回两个bass 的e-fac major chord 你熟的当然是可以不需要写的 第一个音 是b-fac 所以b-fac 跳一个音 便会去到e-fac 所以这个chord 就是e-fac 做auto 而 e-fac再跳一个chord tone 就是g 那我就写了第一个chord 那第二个chord 的melody是g 那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跳去close 很简单 你只要想 这个g音 下一个音就是e-fac 那我就hold住e-fac 这里是可以保持一样的 而 e-fac 下一个音是b-fac 那我这个地方 我就会设置b-fac 那你会见到一个情况 在这个 由open 走去close 的spacing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到 这个中间的声部 是没有动 而 soprano 和tenner 是进行了一个交叉走位 什么叫交叉走位呢 你会见到 本身的soprano 是b-fac 就会去g 而tenner 就是g 去b-fac 好像在交叉走位的感觉 那这个chord 就完成了 那同学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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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chord 的 harmony 的练习 大家会再得心认手一点 因为可能开头写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些困难 的 那我这个session 就是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就会讲五chord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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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